布農族年度最盛點 赤手空拳抓大豬 自然間見到台灣,自然間見到台灣 自然間見到台灣,自然間見到台灣 真有趣 他 他 怎麼啦 你有病喔 是我的日記 我跟你們講 你們好像都完全不了解 我們土耳其男生 土耳其男生跟鬥牛一樣 看到紅色 守不了耶 你在幹嘛啦 你有病 你是不是在錄影了 現在在錄影啦 我說我剛剛在驅蟲 你在幹嘛 一直追這個紅布幹嘛 對啊 一直要逗我嗎 哪有時間逗你啦 西班牙歸西班牙是鬥牛 我跟你講 我們在我們台灣原住民啊 我跟你講 太誇張了 什麼可能哪裡啊 我跟你講 這個是一年一度的一個盛會 這次民雄哥要帶我們去看 台東布農族最盛大的慶典 攝爾濟 其中的重頭戲就是 徒手抓大豬 聽說非常緊張刺激呢 民雄哥說趁活動開始之前 先帶老吳愛美 去嚐嚐台東經典的小吃喔 民雄哥有什麼介紹的啊 帶你們來到這邊 絕對不會虧待你們 是嗎 這是以前我朋友一定會 一定會來吃 必吃的 好啊 那介紹什麼呢 借款 50塊 什麼意思啊 50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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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塊能吃什麼 50塊 我有50塊啊 50塊 然後可是有一個問題喔 你是說50塊 我們要吃美食是不是 當然啊 但是我警告你喔 我會吃很多 一頭牛都完全沒有問題喔 我可以吃啊 早講 走 什麼意思 吃牛 什麼的 走 好 喂 喂 民雄哥 我們在哪裡啊 你不是要吃牛 是啊 出手抓牛 不用... 我在開玩笑而已啊 不要那麼認真啊 開玩笑跟認真 要分清楚 可以...沒問題啊 走...回去 天啊 我的天啊 你真的是長麻糬 喂 喂 呼吸醬先生 我認識你們啊 我認得你們 你真不知道 我們這一撇就30年了 回來啊 你是長鬍子啊 什麼啊 愛美別鬧了 就算50年 你也不會長鬍子 民雄哥快帶他們去吃東西吧 滿香的 所以啊 老闆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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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台東最有名的蔥油餅 蔥油餅 最有名的 我喜歡... 很喜歡 對 這上面差一點30塊 他們20咧 對啊 我有幾塊啊 吃東西不是說30塊20 OK 來... 美長 有沒有看到... 自製魚碗 那個魚碗有多大啊 這麼大 每隻都10元 部位都10元 應該很小那一種啊 什麼啊 什麼很小 這位有原住民血統的老闆娘 個性非常豪氣大方 聽說他們家的蔥油餅不只大 裡面夾的料 還會多到爆出來 而且老闆娘有一種 很獨特的製作方式 能讓蔥油餅美味大加分喔 快來嘗嘗看 天啊 太誇張了 天下無敵好吃的台東小吃 就在這一家 有沒有很誇張 太誇張了 在台東大吃了吧 還要說30塊50塊 我以為超多名只有這樣耶 你還在跟我計較這50塊啊 你們看喔 自己比較 是你的一個手背耶 對啊 而且你看裡面的料 滿滿的啦 太誇張了 這個太誇張了 它是不是韭菜很像豆粉 然後裡面有一些菜 有一點點 對 哇 好燙喔 觀眾朋友們 在台灣第一次我吃的這種 醬油餅 對不對 而且真的有湯匙 不開玩笑 哇 有啦 沒想 好香喔 然後我想到好像 我在吃一個很大很大顆的那種 包子 因為包子裡面有那種東粉嘛 對 韭菜麵 對 韭菜麵 它這個呢 味道呢 酥酥的 韭菜是酥酥的 然後是 放半油筋 它的做法跟別人不一樣 怎麼說 而且這個蛋呢 跟這個它的餅 你看 它的蛋就是它的三個顆粒 你看 很金黃 炸得很金黃有沒有 對啊 表皮都附著在那個餅皮裡面 這個老闆娘最厲害的地方 而且有點脆脆的喔 是啊 對 那個活活要拿捏得很好 是不是這個蛋要怎麼煎啊 我們的蛋都從很高的地方 就跳樓 對 跳樓蛋 就是這樣 手這樣要拉高 然後蛋都散開了 說真的 其實 跳樓蛋 聽到這個跳樓蛋概念 從最高的地方放下去 一蓬到鐵板的時候 馬上預熱 對 馬上預熱 就變成這樣子 而且 你看 太厚了耶 就是很均勻的樣子 對 那麼蛋都捲比較大顆一點 OK 跳樓蛋這麼大 一定要很多的料啊 這個太好吃了 跳樓蛋的精妙之處 在於最大的蛋體面積 接觸到鍋面形成酥脆口感 配合Q彈的蔥油餅 加上散發濃濃蝦香的冬粉 這組合真是天衣無縫 老闆娘放冬粉也不手軟 每一口吃到滿滿的冬粉 接下來另一個口味也非常厲害喔 你那個好像韭菜比較多一點 這是青蔥加洋蔥 你青蔥喔 青蔥加洋蔥 青蔥加洋蔥 你看它這個是非常滿的耶 超好吃的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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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不下了啦 太大了啦 來不下了 它這個好多... 好多蔥喔 而且它的蔥汁非常新鮮 就是你吃還沒有被煮熟的那種 然後很多 其實很多蔥油餅吃的裡面那種乾 所以裡面是好多汁喔 因為它有洋蔥 那洋蔥它一熱就會有點... 酥水 酥水 難怪耶 而且洋蔥好甜喔 現在正常 還有這個石塊的那個... 那個... 這手做的魚漿耶 手做的那個... 手做的那個... 對 所以它的形狀都太一樣 直接吃吃看喔 吃吃看 香 很好 好香喔 好香喔 這怎麼煮的啊 這就是媽媽的朋友做的魚漿 然後她是專業在做魚漿 然後回來之後媽媽自己加她 自己炸的那個油酥 然後再加芹菜下去 難怪裡面有耶 香香的芹菜味 它是比一般的魚丸還更香 尤其魚丸是很Q 就是吃的時候有點彈牙那種 太Q 然後那個就覺得好像免得很 對 有點像是雞氣肉的那種 這個很好 好多喔 這個是有芹菜喔 你看 這手做魚丸真是出乎意料的鮮甜 吃得出用料是非常的新鮮喔 搭配脆口的芹菜力 口感大加分 蘸一點特製辣醬 可以讓好滋味再升級喔 明熊哥說 他有一些感性的話想說 什麼事啊 你知道吧 這個蔥油餅也有故事 這個有故事 這個老闆娘 所以人碰到這個 在最谷底的時候呢 創傷而悲傷而悲傷而悲傷 而且偉大到怎樣 你們看到後面嗎 看一下後面 他小孩子多優秀 天啊 勾手夢 你兒子這麼大 勾到勾手 對 國三的 還在追夢中 大寶 小寶 大寶 愛生們 歡迎你們 帥 漂亮 好可愛 這是他的 偶到耶 好強耶 他們三個都在學偶到 所以你們靠這個賺錢 然後讓他們 就是長大 還可以 變成 高手 明明就是台灣之光 就算是遇到無法避免的苦難 老闆娘還是非常正面的迎接挑戰 用心煎著每一片蔥油餅 將三個孩子 撫養長大 也讓這蔥油餅 成為地方有名的店家 看完動人的故事 與美味的小吃 該來看徒手抓大豬了吧 民雄哥說別急 台東還有一個必吃的美食喔 我們來到台東市區 我知道 我們的帥哥大哥要介紹什麼 一定是好吃的嘛 已經擠黑到了喔 我告訴你啊 這裡的炸雞啊 相當的好吃 巷子內的人才知道 才會吃 那昆蟲炸雞嘛 是啊 昆蟲炸雞是不是那家 Oh no 昆蟲炸雞 雖然大家都吃到昆蟲炸雞 可是在台東呢 我就跟你講 大街小巷的人喔 在地人呢 只吃他這一味的 跟你講 炸雞裡面有水龍頭 別管他了嗎 不是... 進去才知道啦 走啦 說到台東的昆蟲炸雞 當然是好吃又有名 不在話下 不過民雄哥說 這家才是台東當地人 比較會去的炸雞店 但讓我們比較好奇的是 炸雞裡有水龍頭 這是怎麼回事 趕快來去看看 江哥 好久以前 你好... 你好... 老闆喔 想多了解一下喔 是 一般的炸雞店 就是炸雞嘛 可是看到你的這些... 那邊炸的一些東西 機器 一個是奇怪 是灌起來的 這個是什麼 餅箱嗎 那個是什麼 真的喔 對啊 這是我們的壓力鍋 壓力鍋 你看很專業 他把那個雞裡面 炸出去的光 把那個... 兩隻水在裡面 這東西很像氣炸鍋對不對 帥哥 我們是特地來這家店 要拍他們的美食 民雄哥說 這家店的雞肉 裡面有那個水龍頭 很juicy 很juicy 真的是加熱 不是水龍頭 是什麼 是褲褲褲 太誇張了 比你更浮誇的朋友耶 什麼時候你的朋友 真的不是別人 老闆說用壓力鍋來炸雞 會比一般炸雞還要多汁 因為它可以在短時間 把熱能傳到雞肉中心 油炸時間短 肉汁比較不會損耗 但到底會多汁到什麼地步呢 各位人可愛 你們看 這裡的客人越來越多 真的 手續率越來越高 大家都期待這個時刻 沒錯 它這個很像以前傳統的那種 薄皮嫩雞 是 對 可是你要看這個 我剛剛說那個雞裡面有水龍頭 就是它 就是這個 雞肉 演講為品 我現在要這裡 現場要吃給大家看 帥哥 如果裡面沒有瀑布的話 你可以直接離開現場 OK嗎 OK 很好吃 你出去看 好 大家出去看 謝謝 我的老天鵝呀 雖然畫面不好看 但眼見為瓶 真的好多汁啊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謝謝… 剛剛那是什麼果汁嗎 我就跟你講說 瀑布嘛 瀑布 瀑布 天啊 瀑布啊 太誇張了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剛剛還查錯了 這個原來是我的飲料 不是 一定要這樣子 你們出去看喔 你們 還真的有 太誇張了 真的有 不開玩笑 都是衰耶 你們看這個 大家出去看喔 這邊 它是它裡面的雞汁 你看 天啊 全部都是雞汁喔 雞汁 好可怕 太誇張了 這是第一次遇到 你知道嗎 好好吃喔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裡面 裡面的雞好軟喔 而且很甜 很脆耶 第一次看到那麼多汁的炸雞 沒咬一口雞汁都源源不絕地流出 老闆說 他們用的雞肉都是當天早上送過來的溫體雞 除了炸雞之外 他們家手工特製的雞肉漢堡牌 口感也是相當獨特喔 接下來明雄哥說 來去看看風景吧 好漂亮喔 好美 幸好我們來到百里島 你看這個景色 這個風景 很有活力啊 你不覺得嗎 好舒服 是啊 我們還有一個LIFE BAND 這種地方還有這個音樂的話 我覺得真的有FU 但是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這個音樂有一點像是台灣原住民音樂 在百里島 這個喔 還蠻熟悉的喔 好像是 是 欸 你看 欸 明星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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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欸 欸 欸 這家景觀餐廳是由原住民音樂家 又台灣民歌之父之稱的胡德夫老師 在家鄉台東所開創的 成為地方的觀光潮勝地 也是原住民返鄉創業的很好典範 這裡除了有無敵海景 聽說他們的原住民無菜單料理也很獨特 趕快來嘗嘗看 美好的風景一定要有豐盛的家養 對不對 是的 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一定要歡迎我的好朋友 胡大嫂 胡大嫂 早上大美好 妳好 太美了 太漂亮了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就是整理得這麼好 我真的以為好像是民雄哥 帶我們出國去巴黎島那些 海島國家的感覺對不對 很美 又感覺 太漂亮了 而且你看這些美食 完全是五彩蛋料理 對 第一道從哪裡開始最好 對 這個黃心泡菜 是我們補充特別設計的 好 它是也用台灣的大白菜 我開了 我開了 它現做現飯了 那個辣 那個辣很好 好 我跟講這個最好吃是這個 到現在 謝謝 我更敢講 泡菜再加這個飯 這個飯有沒有看出這個飯 有一顆一顆 看出什麼端倪嗎 這一個一顆是什麼 不知道 這一粒粒 晶瑩剔透的鼓勵是什麼 聽說是原住民料理 很常用的食材 觀眾朋友們一起來猜猜看 這個是 就是我們古類的一個鑽石樣 那個是什麼 這個是紅梨 紅的梨麥 這營養價值也很高耶 對 超級食物 我們台灣主叫做 Julis Julis Ju Ju Ju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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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原住民學法文跟英文 是相當快的 相當快 可以 有那個韻味 一起嗎 好 來配一下 配一下 配一下這個 泡菜 超配的 會吃很多耶這樣子 而且咬起來有沒有 那個飯有沒有 你慢慢去感覺 還有冰箱 會... 小顆小顆有沒有 它一個一個都非常的飽滿 那麼厲害 不是軟的 是我覺得有點微硬的那種 很開胃 很開 好香喔 紅梨飯很香 那個香味聲不客氣 好 這麼難喔 我們湖大宅也是不同煮的 想住下來了 太好吃了 這個也是應該是很健康的一個飯 我之前沒有吃過 第一次遇到這種飯 紅梨飯 很養生 紅梨飯很養生 好吃 你的分明 而且你說的那個 一個一個的那個 米飯 米飯 對 很對味 很好吃 我喜歡耶 紅梨有一種特殊的青草香 和米飯一起入口 很像魚卵在嘴裡爆開的感覺 除了口感特別 它也是營養成分很高的穀物 這裡的石板烤肉也是招牌之一 搭配醃製的洛神花 酸甜味加上烤肉的鹹香味 意外的超搭呢 你們的味道太棒了 但是這裡還有一個特殊 我覺得 對 大家已經看到了對不對 一看就要看到它 一看到就看到它 就是番茄 一看 那飛魚什麼講呢 這個飛魚叫 雞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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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飛嘛 蒙拉雅 蒙拉雅就是飛 雞鎬 這個是直接要吃嗎 還是要放在一些醬汁裡面 其實它也淋在一些 特別的醬汁 加了雞鎬 雞鎬嘛 對 雞鎬 它就是用雞鎬 台灣在地上的 真的耶 有耶 有老雞鎬 有啊 你看 有沒有看 一起喔 滿沛的喔 然後它還搭配這個海帶芽 把它酥炸起來的海帶芽 這樣嘛 菜脯跟飛飛的肉一起吃嘛 海味 對 它的海味也出來喔 超級棒 我吃過 以前吃過很多飛魚 比較吃的是那種 比較乾的飛魚 飛魚乾 硬硬的 稍微有一點 嚼比較多一點 但是這個很軟耶 非常的軟 很不喜歡我以前吃過的飛魚 而且它有菜脯跟這個海帶 海帶有帶來 一種其他的那種 很搭配的一種特別的口感 一般我們在處理這個飛魚的時候 會把這個翅膀拿掉 對 可是它這裡是 因為是特色的關係 保持原有它的 你看 對 用一隻圈 哇 展翅的飛魚 這樣這樣 整隻讓我們看到它的原型 這飛魚雖然和一般一樣 是用炸的 但火候和炸法 可是老師傅親自挑笑的 每一隻炸起來不但完整 味道更是豐富 魚肉吃起來外酥內嫩 搭配老菜脯可以把鮮味再提升 吃完無菜單料理 該帶我們看徒手抓大豬了吧 但鳴熊哥又說別急 鳴熊哥 我現在的階級有一點奇怪 有一點快要結尾的感覺 是啊 你是不是快結尾 快下山了是不是 還沒啊 太陽大 我們的豬 徒手抓豬 豬是不急 我們要先吃一些好料 我自己的私房菜好不好 我前兩個月就訂了這一鍋 這個就是海鮮鍋 海鮮鍋 海鮮鍋 你知道嗎 在一天只有那一鍋而已 只賣那一鍋而已 是多少人大排長樓 在等著那一鍋 鳴熊哥說他兩個月前 就訂了這一鍋 去看抓大豬錢 你一定要去吃 不然馬上就會被厚補掉了 到底是什麼樣的料理那麼厲害 兩個月前就要下地 老外妹快去看看 來了 這裡嗎 到了 來 老闆 你好 老闆 好 這一鍋就是台東唯一的蒸汽鍋 蒸汽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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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蒸汽喔 對 好老耶 你看這些都好新鮮喔 這個好大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八隻 八隻啊 八隻有那麼大 我來的時候是火的喔 這個很貴耶 這個紋地真是吃過一次而已 對不對 這是火的喔 這不是火的 你看... 老闆啊 其實我們的重點就是 除了了解你們這個美食之外 當然我們的領胸都說 這裡有一種食物 一天就一鍋 對 一天只做一鍋 不過我現在這裡看到很多鍋子 都是很多很多 什麼可能一鍋啊 感覺大家都可以點 對 我們一天只做一鍋 等一下我做跟你們看 你們一直知道 料理是要給特地的人 你看我兩個月前就訂了啊 這家台東唯一的海鮮蒸汽火鍋 老闆堅持每天只進活的海產 常常不用到假日人潮就滿滿 只不過老闆有一道料理 一天只賣一鍋 到底是什麼料理呢 好 好 聽說... 聽說的這個真情 馬上就要開鍋了 好棒喔 好棒 真是的 那我要開鍋了喔 好 要開鍋了... 要洗一下 亮的紙出來了 是蝦子啊 這個蝦子... 最香亮的是蝦子 有...我看到了 謝謝 好 第二層... 這個蝦子 蝦子嘛 這個是蝦子 對 這是蝦子 蝦子 它的汁就在一直一直滴下去 對 一直再下去啊 還有就是單賽... 哎呀... 這個貝類啊 太可力了 好酷喔 你們這裡的服務好好喔 太漂亮了 下一道你們要看到 下一道是什麼 下一道就是... 這個鍋已經超厲害的 這是湯頭的 我跟你講所有的精華裡面 都到這個鍋裡面 對 所以你們的湯汁是非常非常的珍貴 等一下配料要撐著吃 因為它是用蒸的 不是用水煮的 很快就會縮水了 好 對... 一起放 新鮮 沒有腥味 我的肉要Q 加了 好Q喔 太新鮮了 台灣好 台東料 台東的海鮮真的很棒 蛤蜊經過蒸汽的熟成 更顯得飽滿鮮甜 白蝦也很厲害 老闆說台東的白蝦 都是純海水養殖的 所以肉質更香甜Q彈 還帶有一點脆脆的口感 而且每一隻都蝦膏滿滿 還有蒸汽石斑魚也是招牌喔 你看這個魚耶 滿滿的殭屍在上面有沒有 是啊 你知道海產這魚類就放這個殭屍 它的湯土超好吃的 來... 慢慢吃 嘗嘗看 好Q 好Q的耶 嚇死你的Q 我沒有吃過這麼Q的魚耶 真的 嚇死你 真的嚇死很Q 而且它沒有什麼調味 就是魚的鮮就很酷 石斑魚是海裡面的泡汁一樣 這很貴 很嫩 因為一直煮嘛 對... 所以那個... 進去出來的那個... 對 都鎖在裡面 對 超好吃的 你在吃的時候你會感覺到 其實它真的是一個很珍貴的魚 石斑魚的肉質細嫩 膠質也非常豐富 用蒸汽烹調就夠保留這些特色 每一層蒸汽海鮮料理 都是一食之選 不過一天只供應一鍋的料理 到底要出現了沒 好吃 來 每一天期待的一鍋 來了 好 好 好吃 海鮮 這個食材是老闆的一個 哇塞 食廠料理 為什麼一天一鍋 為什麼 什麼時候做的 你看它選用的食材 干貝 鑽干貝 然後呢 還有這個 木桌花蟹 螃蟹 花絲 待會呢 它要開始變魔術了 先把這個 它的蛋呢 取出來 好 蟹膏 蟹膏 對 把那個蟹膏把它刮出來 我還是不懂 你... 沒有 好像是 他意思說 等一下蟹的時候 不是我們自己在這裡要住的 他開始表演 對 然後我們做 就是一鍋 現在開始享受嗎 對 原來是老闆自己在這裡 親自做給我們看 然後可以吃 對 還有最重點 這個 沒辦法再做第二鍋 很費力 是嗎 所以我們這個要預約 一定要預約 可是預約大概 幾個星期之前要開始 沒有了 我現在已經預約到七月份了 兩個... 這個是兩個月前耶 觀眾朋友 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 它不是雞蛋喔 它就是那個蟹膏 蟹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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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滿的蟹膏 車這個 應該會生五個輩子 完全沒有問題喔 好 那我要開始表演了 好 預備 開始了 好 給螃蟹膏 烤雞這樣子 這邊有幾隻蟹啊 四隻 還有飯 稀飯 螃蟹蘿蟹 這是海鮮粥 對啊 好 這邊還看得懂喔 我這個要在這邊攪拌 攪四十一分鐘 四十五分鐘 你在旁邊 對 所以為什麼 一天只做一鍋 因為這個真的 很費工 就知道它很優秀 真心不片 老闆塔塔實實地 站在那兒攪了半個多小時呢 時光飛逝 歲月如梭 我好想唱一首 我等到花兒都謝了呢 欸 老闆 手真的很好起耶 這個動作 看起來我也可以做啊 那為什麼 你一定要自己做啊 因為你做到後面 它的飯會越來越濃稠 會燒焦 是有一點像五米粥 它煮到最後變成手動的砂鍋粥 我之前有請別的員工 大概做一下 不行 對 因為這樣 還有 有些客人吃起來說 口感跟老闆做的不一樣 就是一一鍋嘛 這個只要沒有攪拌好 真的整個就會燒焦 下面都流汗了 你看 真的 要吃幫老闆吃嗎 要 那個芭蕉葉之類的 你看會比較有效果 真的 差不多已經花了四十三分鐘了 差不多 差不多四十三分鐘了 那現在要加好料的下去囉 好的 好 三種的食材一直下去 這樣子玩 蛋 是去蛋黃 好 來了... 要加那個... 無瓶蟹膏 對 無瓶蟹膏 好 好 好 太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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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好 好 沒關係 你想要吃 想吃 好 你要瑜伽葉啊 我的老天鵝啊 這一鍋海鮮粥集合了前面 所有海鮮的精華 加上滿滿的蟹膏 再經過老闆純手動的 翻煮四十五分鐘 香氣完全弥漫在整間店裡 難怪其他客人 都投以羨慕的眼光 這鍋超級海鮮粥 到底是什麼滋味呢 這個粥啊 這個米粒啊 完全融入在這個海鮮店 已經浮掉了 那個米粒已經出口即化了 你知道嗎 感覺不出來了 那個鮮味有沒有 剛剛加那個蟹膏有沒有 那個感覺 那個蟹膏的那個味道 還是有出口海鮮的 這家是很生活 而且是干貝 在我的嘴巴裡面就已經花開了 所有食材的味道都是很 可以吃得出來的 沒有一個食材 可以改出台灣吃到的食材的味道 這種米一定要滿滿的香 所以因為真的很珍貴 我在台灣應該吃過最珍貴的桌 應該是這個 它裡面的鹹度 鹹度都很好 而且我覺得如果只吃海鮮的話 可能就是太... 會有點鹹 可是因為它裡面有蛋 就會很香 然後還加芹菜 我覺得芹菜這個化了 很脆脆 它很脆脆 真的會掉眼淚 絕對會喔 現在大家要出來 超感動的 任誰吃了這碗超級海鮮粥 一定都會感受到 老闆的用心與細心 米粒很巧妙的 控制在要化不化的中間 而且充分吸了海鮮的香甜 每一口都是滿足 真的是一道非常經典 非吃不可的料理 吃飽喝足 接下來前往重頭戲 布農族的攝爾濟辣 徒手抓大豬 就是其中一個比賽項目喔 來... 小朋友來... 來... 恭喜 小朋友有沒有 有... 今天來這裡是一年一度 來抓小朋友 不是 來抓大豬的一個地方 你說的那個 對 你用手抓那個豬耶 徒手抓你給豬嗎 徒手抓豬 就是抓大豬 有沒有抓過大豬 沒有 待會兒給這個可姐姐抓好不好 好 可以嗎 可以了啦 好 好 嘿啊 好 好 好 嘿啊 嘿 嘿 嘿 你有沒有看到他們周圍都是很安靜嗎 你小心點啦 這裡不是火花一安啦 一安嗎 這邊是布農族的地盤啦 這邊地盤就要這樣子 那一次 布農族的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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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布農族的地盤 布農族的地盤 等一下... 這不是耳機嗎 對啊... 對啊... 你先進去抓豬嗎 射機 不對啦 對... 什麼的 我已經準備好了 這樣就沒有人可以射到我的耳朵了 對啊 你看 我被射了 這樣就完了啦 我跟你講射機 是一個非常非常專業的一個活動 在這個布農族裡面 這個是對我們這個年輕人 或者是男人們 是教導他們去狩獵的 所以這個活動 在布農族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但他們怎麼都沒有人在戴耳罩 哪有在戴耳罩啊 哪有在戴耳罩啊 這射耳機嗎 而且你戴的是很高級的 哪裡有這個的啦 對啦 你搞錯了啦 誰要了解的話 來 我們進去 射耳機的耳 指的是山路的耳 因為山路的體型比山豬黑熊還大 所以能獵到山路的人 都會被族人視為英雄 所以布農族人狩獵時 最想獲得的就是山路 演變到後來 就成為布農族 一年一度最盛大的祭典了 布農族它的特色 很多的這些文化劑啊 大概就是在這個時候 他們的時間就是在 大概是在快暑假的時候 五月六月的時候 而且他們比較不一樣 不是在暑假 就是在這個時候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最難得就是可以看到 他們很多的各項的禁忌 他們的文化傳統 還有一些他們的很多的一些 美食 你平常在北部裡面的 扛不到的 扛不到的 所以我們今天很幸運 射耳機它最大特色是什麼 射耳機呢 射耳機是對他們的傳統名譽來講 打獵的一些 這些年輕人要成長到12歲以上之後 就要開始 騎老們的長輩們的勇士們 就會教導他們的下一代年輕人 有點像成年 對 成年裡的那種之類的 這man的意思嗎 對 也變成woman 這個活動只有布農族有嗎 他是排王族 他是布農族 布農族有設計 這是布農族 這是布農族 布農族傳統文化 因為騎老凋零出現斷層 所以希望藉由祭典活動 換回族人對於傳承的責任感 也透過傳統禁忌 感受祖先的生活方式 但其實我們比較好奇的 還是徒手抓大豬耶 逆兄哥 你是說這裡的人 這裡的原住民擁手抓豬 我都沒有看到 大家都在拍我們的照片 跟他說不要急... 好帥喔 這位學校徒長會出來 因為這個活動 很不那麼急 它是有順序的 對 是嗎 從早到晚 那個抓住的時間 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這個是這個活動 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 我們可以玩 我帶你們去玩好不好 不要以為傳統祭典 枯燥乏味 其實布農族的祭典 有很多品質極佳的農特產品 而且傳統經濟非常多樣 其中有一些項目 很有意義 也很有趣的呢 跟著民雄哥來體驗看看 好久不見 好朋友... 這個是我的朋友 你看 我有 不要看顏色啦 你看最近吃比較飽 以前跟你一樣那麼瘦 現在就這樣 對 設計到了冰箱很多東西 對啦 要進去 我們有玩什麼遊戲 來 我們今天要跟你玩的遊戲 就做這個 這什麼 這個是筆嗎 不是... 不是這樣了啦 也不是 這個是我們布農族的童話 叫做槍笛 槍笛 槍笛 他一不會吹 還不是那麼容易的耶 好像有耶 好像有耶 好啦... 不勉強啦... 有... 來 我們放那個 鴨屍台灣原住民的 來... 壞掉了啦 真的 真的壞掉了啦 不要鬧了 趕快學 等一下比誰先吹出聲音來 好 準備來 一、二、開始 太硬了耶 太硬了耶 太硬了 每一隻笛子都有他的個性 不是... 我這個聲音要吹到 好像便秘的感覺 好可憐喔 等一下 我想問一下 可是我們這個 每個都不一樣的聲音 那帥槍他真的聽得出來嗎 真正要模仿山腔的聲音 你還是要帶感情 對... 他的聽起來比較可憐 對... 要有點那個哀怨的聲音 心裡想要這樣 這樣哀嚎的聲音 對... 我... 這個... 這個不哀嚎 好... 這個動作可以... 可以... 可以不用代表情 看不到表情 不... 踏踏踏踏 踏踏踏 鼻孔踏 這個好有趣呢 再來去看看 還有什麼好玩的吧 來 我們這一關的遊戲 就是要玩我們 也是我們布農族的童玩 我們打陀螺 OK 因為這個遊戲 我們特別請到我們的 陀螺達人 好 來教大家 陀螺達人 有沒有 他穿的... 今天穿的也很像陀螺 真的耶 大概這是裙子嗎 那個是什麼皮 那個... 真皮 對 那個是水露的皮 水露啊 對 因為水露太熱了 他就把他的皮借我穿 這個我笑了 得分 這個遊戲 對你們這個部落 布農族來說 有什麼重要啊 我們打陀螺叫Bishpovias Bishpovias的意思就是打陀螺 中國人有轉陀螺對不對 是啊 打布農族是打陀螺 這個在布農族的小米除塑季 要進行小米除塑的時候 有進行的一個儀式 在打的過程裡面 如果打得越久 轉的速度越快 越旺 就表示今年的小米它 絕對是豐盛 浴室旺啊 對 因為它等一下誰轉得越久 就是它的運勢最旺 我今天就可以旺旺的喔 對 好 布農族人會在播種 和除草丸之間的農賢時期 玩陀螺 玩法就是用樹皮來抽打 陀螺轉得越快越好 代表小米越長越快 如果是要PK運勢好不好 也可以喔 好了 很簡單 一起開始 OK 誰的轉最久就可以贏啊 OK 沒問題 沒問題 關主 你Cue我們 我們就要一起開始 好 關主來 一 二 開始 打 打一打 你們兩個... 加油 跳 可以 跳 加油 加油 再來 看來會壓你腿 這是我的腳耶 你停不了 你怎麼會這樣 我應該是贏了對不對 應該是我 我們看看關主 其實這個遊戲的結果不重要 重要的是參賽者只要用心玩 都可以得到好運 玩玩遊戲 品嘗當地特產紅梨饅頭夾烤肉 紅梨的清香加上烤肉的焦香 正式絕配 再喝一杯真材實料 有著超大粒果實的雙盛果汁 營養和美味兼具 最後終於就要進入重頭戲 徒手抓大豬啦 YA YA 抓豬的活動要開始囉 對... 最精采的一個環境 一向的經濟活動來啦 是啊 抓到的有沒有 那個內族就可以帶回家 是嗎 真的... 這是我們設計最後一個比賽 小組的抓 最刺激的 但是這個時候我們想要多了解一下 因為小面寫號碼 是代表每個豬的每個隊的號碼 對 我們現在有1 2 3 4 5號 分別代表5個村 每個村要去抓自己號碼的 對 每個村有幾個男生 大概1 2 3 4 4號左右 對 因為抓豬是布農族 他很重要的傳統的生活技 對 因為以前每個 每個村的布農族家庭都會養豬 好 要去抓豬 要去綁豬 要去抓豬 那個豬 那個都是這技巧 都是智慧的 來 請準備 來 觀光哥不能閃下這個活動 因為大學會很危險 開始囉 我們看開始囉 坐在他身上 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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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z 跳 吡 assistant 衝 憲 批 為什麼 他剛剛會踩到這裡 A.C.G. A.C. 後面跑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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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的三種 沒力了 抓起來 OK 這個抓到了 這邊抓到了 我嚇一跳 真的沒有跑 好快 好快 好 首先開始板的是 後面的 好厲害 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算是很快 大家的動作很快 剛剛看來比蜘蛛 往真的要跑走 我現在嚇一跳了 3秒... 1秒 2秒 3秒 OK 好 完整有了 好刺激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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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刺激 好刺激喔 在這裡... 我們今年的拳區在這裡 好刺激喔 好刺激喔 要不要刺激喔 恭喜... 我們是今天 我是一個外國朋友 也是參加這個活動 這個抓住 是我們部落的 男人最基本的 一個技能 這樣會抓住 才可以接到 要用溫柔的眼鏡 是嗎 現在你們已經抓這個住嗎 是你們的 沒有...我們是我們部落的 部落的嘛 部落的 晚上這樣的分享 這個住多重 100多... 大概100公斤左右 100公斤左右 100公斤 100公斤 幾乎都體驗過 但是這個活動 第一次 會前來我們的愛王 可以今天 特別來到這邊 派這個畫面分享給大家 希望 一年比一年熱鬧 好 希望更多的是你們的這個活動 和你們的精神 好 謝謝你們 真的謝謝你們 別忘了喜歡原住民嗎 愛原住民 對 很棒 很棒 我們要喊 我棒... 加油 好 好 攝爾記 抓豬競賽 一直以來都是布農族 最廣為人知的傳統祭典 也呈現了原住民樂於分享喜悅的美德 這樣的比賽活動 一方面希望能讓這布農文化能永遠流傳 向下扎根 一方面也讓更多人知道 這塊土地上 不同的生命展現 這次的台東行 讓大家充分感受到台東的熱情與美食 希望你們也能來親身體驗